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何更改icon 的大小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善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有兴趣的话呢 那么就请订阅和关注善浩TV icon 或者是图标 在Mac里面一开始就会有一个default的大小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要求来更改这个图标的大小 这里呢,我会分享两个我认为比较实用的技巧 第一个,就是按键盘里面的Space 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Preview 预览 它可以在很快的速度之下呢 打开图片,音乐,甚至是影片 点击你要的图片,然后按Space 然后你也可以点击上下左右来预览你的图片 第二个,就是永久性的放大 首先我们要去左上角的Finder 点击View 然后再按Show Status Bar 我们会看到这边就加了多一个bar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个东西 后住,然后向右移,向左移 它就会变大变小了 第二个呢,其实它也有多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这个Finder 这边呢 我们点击,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Show View Option 然后在这个Icon Size 这边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东西,然后向左向右移 还有一个东西我比较在意的就是 Use as Default 因为在网上呢,很多人讨论说 Create 这个Use as Default 这个button过后 其他的Finder 里面的图标 Icon 就会跟着现在这个setting一起更改 它的大小 可是我的做不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新的MacOS 做不到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我少setting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知道解决方法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介绍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好用的App 或者是Mac的功用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会去尝试 如果觉得好用的话呢 我会制作成一个影片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是圣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i know you